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賓一起討論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郭佩帆早晨 大家早晨 剛才提到調查報告 五項決策詳細說一下 資訊系統欠缺有效政策措施 沒有遠端傳取資料啟用多重認證功能 對資訊系統進行的保安審計不足 資訊的保安政策有欠具體 及個人資料被不必要地保留 你覺得這個結果涉及人為的因素 還是整體來說 你覺得這次個別事件 還是反映了某些機構的網絡保安 或資訊保安上的流動 其實這次事件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涉及大量的企業數據 及個人敏感資料被盜取 甚至放在網上公開出售 亦有很多員工及前員工的資料都被公開 所以這個情況是非常嚴重 而且我覺得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我都認同這次私隱專員工處提出的決策 亦都認同他們提供的建議 其實都不只是給數碼說的 是給所有涉及處理很多個人資料的機構 我看回這件事 我認為無論是公私營機構 其實都應該要增強網絡安全的意識 但是亦都可以看得到 過去接二連三都有不同的公私營機構 發生這些網絡安全事故 所以看到香港的機構和人員 其實對網絡安全和私隱的保障 整個意識其實我都覺得可能是不足 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很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 應該要加強檢視整個網絡安全的措施 尤其我特別關心各國政府部門 以及本地一些關鍵的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 我這次看得到其實有很多這些缺失 即五宗罪 有很多其實都是人為因素 亦都反映了數碼港很輕視個人資料處理的問題 亦都有一些管理失當 所以我覺得絕對都是不能接受的 整體來說你自己怎麼看 其實數碼港是受過一次攻擊之後 其實它是改過了那個帳戶號碼 都未能夠阻止第二次攻擊 其實是涉及一些什麼問題 技術上還是一些意識上的問題 做得不好呢 正如私隱專員這次的報告所說 其實它整個資訊的保安系統 看來都是不夠完善的 一來就是它們自己本身的保安意識不足 於是乎它很多事情都沒有做 例如多重認證 或者很簡單 例如你公司有個電腦 你在家裡可以Esset 就是你家裡可以進去的 那是不是每一個人 只要 譬如你是一個管理員 那你就可以 隨便使用任何一部電腦 都可以進入公司的電腦系統 接著可以接觸到任何一個系統的所有的資料 以及可以關閉任何系統的保安功能 一聽到你就知道這個是流動 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 而且因為它沒有做多重認證 那你突破到一個 進入了它之後 其實你就已經 打通了所有通道 那你就去哪裡都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 那其實這個是很低級的保安錯誤 就是不應該發生 尤其不應該在數碼港發生 那有些事涉及到保安的流動 有些事涉及到個人資料的保存問題 其中第五項的缺失就是 個人資料不必要保留 數碼港保留一些資料的政策 指會保留求職者個人資料一年 而僱員的個人資料 就會在受僱期間保留 但是就說他們沒有根據 這個保留資料的政策去做 亦都說有些資料是2016年保留到現在 今次外洩的萬三個人資料當中 有四成屬於求職者及以離職的僱員 怎麼看它有這個做法 這個又跟網絡的保安技術 又不是直接關係 所以我剛才都說 這個跟管理室當有問題 這個是最基本的要求 亦都是他們自己公司的政策 亦都是法例的要求 但是他連這些要求 這麼多年都沒有做的 所以亦都反映到 其實跟可能數碼港資 不過是精神一國 今次其實很多公司都沒有做的 或者很多機構都沒有做的 為什麼他們都不重視這個私隱的條例呢? 其實可能就是反映了私隱條例 我們一直都說 好像沒有牙老虎那樣 罰則又不重 可做可不做 變了 我也說了很多年 其實香港的私隱條例都很落後 你看回其他地方 無論我們內地或者歐盟 其實私隱條例都已經是近年都已經改了 罰則很重 要求很高 以及也有刑事責任 令到大家都更加重視這個保護個人私隱 但是香港的私隱條例很多年都沒有修訂 我記得去年其實私隱專員也有向立法會報告過 都向政府再一次建議修訂私隱條例 加強罰則 以及亦都給予牙渠 給予牙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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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可以去做一個調查 守證等等 但是政府到現在都還沒有決定 修訂私隱條例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 都不可以忽視 一定要盡快去做 還有香港我們都沒有一個網絡安全法 變成這次涉及的資料也不單單是個人資料 亦都有一些企業的資料 其他的資料 所以我們覺得 立法會也討論了很多次 都希望政府去研究制定這個網絡安全法 剛才你說法則不重 亦都說到私隱條例 是否有需要修訂的空間 現行私隱條例之下 資料使用者違反規定 公署的權力只可以發出執行通知 要求機構更正有關的違規 如果未有依從執行通知 便屬於刑事罪行 今次公署都說 正同政府審視修訂條例 其中提到一個方向包括 引入行政罰款機制 你了解到這個行政罰款機制是怎樣 以及現在的通報機制 又覺得可以怎樣做得好些 如果要修訂私隱條例 方向應該是怎樣 現在的通報機制 其實都比較寬鬆 雖然有說 你是要通知 但其實也沒有通知私隱專員 但也沒有規定 在多久之內 要通知所有受害人 以及要對受害人 要做一些什麼補償措施 其實是沒有的 以及受害人 也不可以馬上收到賠償 如果他覺得有出現損失的話 其實只可以進行民事索償 對受害人來說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會花很多律師費等等 所以私隱專員也有提出 他們希望在整個條例裏 其實有多些授權給他們 第一 他們都會很清晰地說明 他們一定要多久要向私隱專員去匯報 向受害人去反映 另外就是有一些檢控 以及給告票的功能 讓他們可以立刻提出罰款 加強阻嚇力 我也想問問 這個罰款是針對機構的管理層 還是針對負責資料保安的員工 還是什麼呢 罰款機制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我們都沒有詳細收到那個建議 但應該來說是罰機構 因為我們見到像歐盟一樣 其實都是罰機構的 OK 主要是剛才說通報 也都說到罰款的 看看修例會不會涉及到這部分 另外我見到葛珮凡有個建議 政府是不是都可以採納一個 網絡防護紅隊演練 其實具體的運作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知道 現在有些政府部門都已經有做的 數碼港他們都說 今次之後他們都有做的 就是找一些我們叫道德黑客 去扮演紅隊去攻擊 即不定時去攻擊自己的網絡 即刻進來看看 會不會有些網絡的漏洞 其實這個做法 在大型的機構其實都很普遍的 即是你找人去攻擊自己 那你就會看得到 你們現在自己的系統 有沒有一些防禦功能是怎樣 有沒有一些人為的疏忽 或者產生系統 一些部署缺陷不足等等 還有這些獨立的專業的機構 其實都會不斷去採集這些公開的訊息 在社交媒體或者在暗網那裡 其實都會去搜集這個情報 還有一些最新的工防的技巧 也可以幫助到一些機構去知道 會不會自己成為這個攻擊的目標 還有隨時去準備去反攻或者去做一個防禦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只是靠自己 以為自己做得很好 其實是不足以應付今時今日 很大機會發生的網絡攻擊 另外數碼港也說到 為一些已知的受影響 還有潛在受影響的人士 會即時提供 免費信貸監察服務 還有暗網的身份監察服務 希望可以盡力解除潛在風險 你覺得相關這些保障夠不夠呢 還有其實還可以怎樣跟進呢 剛才提到數碼港 會不會有些相關人士 是可能要賠償的 你覺得數碼港應該是怎樣處理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當個人的私隱的資料 放了上網之後 其實你沒有辦法可以拿回它 還有今次 我們之前也在暗網見到 其實資料已經被公開了 很多人都可能已經收藏了 資料被人拿了 你不知道他要怎樣用 還有因為今次涉及的資料 其實都非常之多 剛才你說過 其實除了身份證 名字、地址、電話 甚至有銀行的戶口 也都會有病歷紀錄等等 所以你拿著這些個人資料 其實都可以做很多犯法的行為 所以對受害人來說 其實都是很惶恐的 他說會做一些暗網的監測 第一我覺得做一年都不夠 因為你都不知道 他們什麼時候會拿出來用 所以很多受害人都會覺得 做一年的監測其實是沒有用的 沒有什麼用 因為很多人都會知道 都不會第一年拿出來用 所以我都會建議是否要考慮延長 第二就是 他們可能都要看看有哪些受害人很需要協助 哪方面需要協助 可能有些受害人心理上是很害怕的 每天都很擔心 會不會有些心理的輔導 還有還有什麼可以幫助受害人呢 我覺得他們應該成立一個專隊 去負責去處理 還有如果受害人要進行民事索償的話 其實我想私隱專員那邊都會提供一些協助的 數碼港那邊也要準備 看看怎樣做一些賠償 好的 謝謝郭培凡跟你聊到這裡 謝謝郭培凡跟你聊到這裡